我把我两只手从我这边打过来 我是稍微退了一下 我赶紧要躲 因为我没有想到他会对我动手 他脚要踹过来没有踹到 后来他爸讲了非常多难听的话 你算什么你是什么人 这房子是我盖的 你马上给我滚 你给我滚回你两家去 结果在那天的下班 小孩子真的是有如酒的症状 就去医院看了 就没有必要再保下去了 儿媳与公公发生激烈冲突 暴躁公公对儿媳全打脚踢 导致肚子里的孩子不幸流产 可接下来公公的做法 实在让人大为愤怒 扬言让儿媳滚回娘家 而一旁的窝囊丈夫却一言不发 画面中十分恼火的女士是戴女士 说起丈夫和公公的所作所为 戴女士心里十分委屈 想不明白 为何会有如此窝囊的丈夫 和无比残忍的公公 戴女士坦言自己和丈夫十分恩爱甜蜜 而就在得知自己怀孕时 公公的所作所为让戴女士彻底崩溃 戴女士透露 不久前自己怀上了第二胎 根据当地的传统 怀孕期间家中不能购置大件物品 她曾希望通过丈夫来劝解公婆 注意这一习俗 但她的公公并未采纳她的建议 第二天就买回了一台大电视 戴女士虽然对此事感到不满 但并未当场表达出来 希望电视能在她回娘家时再进行安装 不过一次外出归来后 她发现公公已经把电视安装好了 这让她非常生气 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 丈夫在这件事上始终站在她父母那边 这使得戴女士的怒气更甚 我们在说的过程中间 她爸爸就跑上楼梯 大声地怒吼我 一直说一直说 我就拿手上 我就拿了那个泡茶的杯子下去 我就拿起来砸 电视已经被我砸了 然后她爸就动手打我 两只手从我这边打过来 后来她爸讲了非常多难听的话 你算什么你是什么人 这房子是我盖的 你马上给我滚 你给我滚回你两家去 我先生她没有任何的反应 戴女士和丈夫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听到争吵声的公公跑过来 对戴女士恶言相向 情绪失控的戴女士冲下楼 摔坏了公公刚买的大电视 这激怒了公公 她不仅对戴女士大声斥责 甚至对怀孕的儿媳拳打脚踢 幸亏婆婆及时制止了这一行为 尽管如此 公公继续辱骂她 让儿媳滚回娘家 并持续辱骂儿媳 全程戴女士的丈夫却只是旁观 没有任何的一丝阻止 眼前的懦弱男子 便是戴女士丈夫黄先生 她表示 事发当时她正楼上休息 她的妻子在一时怒气中砸了电视 这让她父亲非常生气 气得差点出事 便冲下楼来严厉斥责妻子 并要求她离开家 甚至要求黄先生与妻子离婚 当时 她妻子正怀孕 情绪本就不稳 两人一言不合 便动手打斗起来 黄先生的父亲情绪失控 便动了手 黄先生由于害怕反抗父亲 无法阻止 只得求助于岳父前来解决冲突 尽管妻子摔电式的行为确实过激 但她当时怀孕 黄先生的父亲理应克制 避免造成更大的伤害 幸亏岳父及时到来 和黄先生一起将双方分开 从这件事看 黄先生在处理家庭冲突上 显得有些无力 这对戴女士来说 确实是一种不幸 主持人还询问了 孩子是否因此受到了影响 对此 戴女士给出了回答 在谈及这个悲伤的事件时 戴女士情绪极其激动 她指责公公对她进行了粗暴的对待 尽管知道她怀有身孕 还对她拳脚相加 幸好婆婆及时介入阻止了更严重的后果 然而不幸的是 那天晚上她突感腹痛 显示出流产的迹象 最终在医院确认孩子未能保住 她曾多次提醒公婆注意这个问题 但他们未曾重视她的警告 最终导致了这个不幸的结果 黄先生在妻子戴女士 遭受流产的痛苦后表示 她自己也感到非常难过 因为不擅长表达情感 但她确实全力照顾了妻子 然而戴女士并不买账 她愤怒地指责丈夫 在她遭到家暴时 未能保护她 导致了流产 她指出 她本已努力怀孕许久 结果却因为暴力而失去了孩子 她对黄先生的作为极为失望 认为她没有尽到作为丈夫的责任 戴女士还透露 在她流产后 公公竟要求黄先生与她离婚 声称家里的大事由她做主 这让本就不稳的夫妻关系雪上加霜 戴女士感到彻底绝望 她指责丈夫和其家人 在她最脆弱时 还在伤口上撒盐 公公更是不断逼迫她离婚 戴女士对此深感愤怒和无助 她的遭遇 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同情和愤慨 对于公公和丈夫的所作所为 屏幕前的你觉得 他们能够被原谅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